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滴水湖的酒店这里 今天是上海第一个未来的二代换电站的一个开业仪式吧 这么说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是开着自己的车 准备今天来体验一下这个二代换电站 和我们之前一直用的一代换电站 到底有哪些区别 现在就轮到我们去体验二代换电站了 换电起始区域 然后踩住刹车 请踩住刹车 我们开始计时 火车开始了 请注意周围 不要踩加速踏板 打方向和开车门 所以现在这一段 停到那个换电位置上 全部都是用自动驳车的形式 现在要自剪 正在准备中 需要一点时间 换电就要开始了 会有一点点噪音和车身起伏 不过别紧张 有我在 答应我不要开门挂挡和踩刹车 不要开门挂挡和踩刹车 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对 现在完全断电了已经 屏幕都黑了 下面其实是有一个机械运动的声音 噢 好 现在是第二次车身抬升了 第二次抬升就是把新的电池 都装进来了 因为它把地下面做空了 把电池从下面 地下面直接升上来 这样的话就节省了很多时间 灯已经灭了 红灯灭了 然后可以挂挡了是吧 对 现在已经换电结束了 对已经换电结束了 七分钟不到 六分五十秒的样子现在是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然后现在可以总结一下 今天首次二电站换电的体验 二代站 二代站换电的体验 尤其是跟一代站相比 首先是它支持全自动的火车驶路 所以这样的话 无论是老司机也好 新手小白也好 应该来说去二代站换电 都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然后就是二代站的电池容量 达到了13块 而一代站是最多只有5块 官方说最多一天可以换电312次 其实这个等待时间就变短了 你自己想 从第一块电池进去换的那个人 到最后一块 13块电池换完的那个人 这中间这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前面的电池陆陆续就已经充满了 就是换掉的电 所以这样的话 哪怕到第14个人 第15个人 我们依次类推下去的话 他们几乎也不用怎么等待了 其实在一代站换过电的人都有这个体验 就是很多时候 你到的时候 正好前面已经没有满的电池了 然后等到新的电池充满呢 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久 二代站的话 基本上应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现在二代站全程换电 是不需要再下车了 那一代站的时候 一定要人下车在外面等候 遇到一个刮风下雨的天气 冬天特别冷 夏天特别热 你再在露天室外等待的话 这个体验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那现在这车里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当然现在的 现在这个版本的二代站 它其实在你换电的时候 中间两三分钟是 车辆会断电的 就是完全是黑屏 什么都不能操作 也没有娱乐系统 也没有空调 那据工作人员说呢 在未来两个月左右 升起好之后 在换电过程当中 是不会再断电了 车内的娱乐功能 应该都是可以使用的 至于空调能不能用呢 可能 可能还是个问题 技术问题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时候 使用的是小电瓶来供电了 所以可能空调还是没法用 最后就是对上海的 未来用户的一个好消息 5月份上海将上线4座二代站 分别在东南西北各个角落 然后到6月份呢 每周都会新增 一到两座的换电站 是二代站 对对对 然后到年底 应该会超过60座重数 所以我们就只有一个问题了 我们家住在青浦这边 其实连一代站都没有 对对对 我们要替广大的青浦的车主问一句 啥时候我们能用上二代站的电池 这个消息其实已经有了 而且选取就选好了 就是在照相的和珅新天地 是叫和珅新天地吧 对对对 据说最快的话 七八月份就可以建成了 那我们回家就直接路过了 对对对 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近 反正未来的目标是 让人人都变成电区房